近年来台湾国小基层足球发展狂热 足球队遍地开花 而每年寒假登场的台东续村碑更是备受瞩目 第13届的赛事一号在风里国小开打 汇集全国32支队伍一较脚下功夫 特别的是今年增加了女生组五人制的球赛 希望全面推广足球运动 蓝队发动长传激攻 推进到球门前 可惜射出的球路威胁性不足遭到守门员篮下 天空作美暖阳露连的好天气 第13届续村碑全国足球邀请赛 一号在台东风里国小开梯 来自全国北中南东四区共32支队伍 各自发挥优势在场上一较脚下功夫 就跟着他们一起射门 就用脚背 我们打球比较野一点 也是讲求速度 速度战 利用比赛多多去磨他们 由台东兵茂大舞上舞三校组成的南迴连队 以速度战策略攻克对手弥补体格差异 同样来自台东的太平国小女子足球队 成军13年以来拿下9座冠军杯 今年首次出赛续村碑展现团队默契与实力之余 有机会来登场七村碑的气氛和比赛 太平国小足球女将凭借毅力与努力